今天晚上的天氣是越晚越冷 相信大家想吃的就是火鍋了 正暖呼呼吃起來最溫馨 火鍋店在12月的業績比上個月還要好 整體來客數是暴增了有四成 要想用火鍋當天去也不一定吃得到 記得要提前預約比較保險 甚至火鍋店是要一個月前就要預定才吃得到 全身都熱了起來 算3到5秒左右 上的牛肉燙一下呈現粉紅色 是入口最恰當時機 吃下去熱度從嘴裡暖到胃裡 還有海鮮各式鮮酥 還流來襲火鍋瞬間人氣攀升 成了民眾口中最想吃的排行第一名 像牛奶鍋什麼的 就還有麻辣鍋之類的 火鍋吧 是火鍋啊 怎麼說 比較溫暖 火鍋人氣暴增 別以為當天去就有位置做 火鍋整體業績暴增四成 老四川火鍋更從11月起 生意蒸蒸日上 基本上要提前兩週定位 但要確定有位置 一個月前定位比較保險 天冷12月生意好兩成的小萌牛 也得五天前預約 同樣老字號千葉火鍋 雖然坪數大座位多 還是得在兩天前預定位 寒冷冬天享用暖呼呼火鍋 火鍋是不少台灣人的最愛 火鍋業者也趁勢大轉天冷賞擊 這前去阿波斯台北採訪報導 火鍋業者也趁勢大 火鍋業者也趁勢大